这边是上海人民公园的一个小池塘 以前这里面有很多大鱼 现在放的都是小鱼 看到没有 我以前就坐在这个石头上 就被一个叔叔过来搭讪 问我是什么职业 在上海做什么的 是哪里人 看看上海的生活 这怎么这么多人都在干什么 所以说人民公园非常适合了解 这本地人生活的 基本上在城市的人民公园的人 基本上都是本地人少许多 他弹的那个琴也不知道是啥琴 反正有很多弦都已经断掉了 看着有钢琴键 又有那种像吉他的那种琴弦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琴 应该是有什么活动 基本上都是上海人 都是在这里等着参加什么活动的 所以你看很多人 这边你看就没有多少人了 我们去这边看一下 这边是可以爬上一座小小的山的 我之前爬上去过 我这次就不爬了 上面还是比较幽静的 上面也很多人了 看到没有 走啊走啊走 走到这里呢 就是七号门 七号门呢 这边呢 这边一栋建筑 就是上海的跑马总会 现在是上海的历史博物馆 从这里出去呢 就可以去逛一下上海的历史博物馆了 貌似好像是扫码预约的 你看到没有 是放假时间就要扫码预约的 像平常的话是不需要的 就直接拿着身份证 刷身份证就可以进去参观了 非常建议大家去上海的历史博物馆去看一下啊 这栋建筑是1934年建设的 上海历史博物馆门口 也可以做这种双层八式 这边呢 是上海的人民公园的七号入口啊 那这边呢 就是上海的历史博物馆 历史博物馆呢 是上海的 以前的上海跑马总会啊 如果大家第一次来上海的话 一定要去上海历史博物馆 去了解一下上海的历史 再来逛上海的话 这样子的话 就会觉得上海 还是比较好玩的 如果不了解上海的历史的话 就觉得上海就是外滩呀 上海就是这些建筑啊 所以你不了解的话 就觉得上海的从表面上看 那如果说去了解了上海的历史的话 就可以从上海的过去到现在的发展 那上海的历史博物馆门口呢 就有上海的双层八式 那如果说青葱游玩上海的话 就可以做一下这个双层八式游玩 那上海的双层八式呢 有三家公司在运行 那这一家公司呢 是上海的巴斯托 巴斯托的话 之前我也做过 有红线 绿线和蓝线 双层八式啊 基本上都已经覆盖了 上海的各个 就是市区的各个旅游景点啊 有这种上海漏天的 你看双层八式 有这种没有漏天的啊 天气暖和了 这个漏天呢 就会多一些这种车子 其实你看这个双层八式 都已经很破了 这个双层八式呢 巴斯托呢 好像是国外的一家 就是汽车公司 还是什么公司吧 捐赠的 以前我了解过的 那价格的话 巴斯托的价格 好像是100多 基本上就是100左右吧 可以24小时有效 无限的上向 那好 现在呢 我们继续往前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呢 是南京西路 我们现在往南京东路方向走啊 南京东路呢 就是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 这一栋建筑 就是上海的国际饭店 那国际饭店也是上海 就是以前的最高最高的楼了 但是现在相比的话 就是很普通的一栋大楼了 但是它的外观还是非常吸引人的 国际饭店最有名的什么呢 就是上海的蝴蝶苏 上海的西点 就在国际饭店的左手边 大家看到那群人了吗 那边就是排队的 给大家过去看一下吧 这边你看太多人了 国际饭店的左手边呢 是体育大厦 上面也有一个博物馆 展览的基本上都是中国的体育明星 体育健将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 可以上去去参观一下 是不需要预约的 直接上你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过马路啊 去看一下 现在买国际饭店的西点的人 都已经排到这个国际饭店的门口了 这人也太多了吧 看一下这是上海的国际饭店的门口 这边呢就是买西点的 这这这这这这太疯狂了吧 这最起码要排两个小时以上 其实排队的这些人啊 基本上现在都是年轻人的 一般早上啊 他是几点钟开门 反正老早就开门的 基本上早上的话 基本上都是上海本地人 就是叔叔阿姨他们 来排队买的 他们买的话也是买很多啊 因为他也不限购 就是也会买很多 所以你看现在排队的人 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居多 就是可能是游客 或者是什么人吧 就是会排队的买的比较多 因为国际饭店的西点屋呢 也是比较有名啊 也是中华老字号 所以现在大家可能闻不到啊 西点屋的这个烘焙的这个味道 一般他早上就是那个西点屋的 蝴蝶酥的那种蛋糕的那种味道啊 特别特别的浓 就是你很远很远都能闻到 蛋糕的味道 刚刚有一个女孩子就闻到了 可能风没有刮到这边来 今天的风比较那个 我目前站在这个位置还没有闻到 一般走在这个附近 就是大概几米的距离的话 都能闻到 隔一条街都能闻到西点屋的那个味道 所以说很多人都冲着这个西点屋的味道 能买一买尝一尝着 对如果大家想要尝一尝这个味道就排队吧 真的很不建议大家去排队买这个蝴蝶酥啊 因为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有很多商店里面 都有卖国际饭店的西点屋 基本上都是从这边配送过去的 这几位也是应该是外地游客 因为天台口音好像是东北的 他们本来也想要排队买这个蝴蝶酥的 刚刚那个叔叔说大概能排两个小时能排到 然后那个女儿说呢 网上查了一下 都是网上木面来来买的 所以他们呢 说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现烤的才好吃 如果买了当场不吃的话 就味道也就比较差了 对西饼屋的话 就是西点的话都是现烤的比较好吃 所以很多旅游的人呢 基本上想要买回去 拿回家给家人尝尝的话 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了 国际饭店这个门口呢 这条路呢就是黄河路啊 那黄河路的话 这边有很多酒店啊 如果外地人来这边游玩的人啊 都可以住在这附近 因为这附近有很多小酒店 所以价格的话就比较平价 然后再往前面走呢 就是北尖西路 再往前面走呢 就是上海自然博物馆呀 然后前面就有很多这种老师姑们的那种房子 所以这边呢 你看 房子就比较的矮的这种房子啊 有很多都是私房 所以这边的酒店的话就比较平价啊 但是像汉亭酒店啊 什么这种连锁酒店 一晚上的话都要七八百 都很正常的 因为节假日嘛肯定要的啊 平常的话都两三百 节假日的话 七八百 八九百一天多都很正常 现在我们就随着这条路啊 一直往前面走 我们可以走到南京路步行街那里啊 哇走到这条街上 凤阳路上就闻到一股很香很香的 丰沛的内容味道